要说今年看年最火的网综 恐怕不得不提到偶像练习生 这么一档偶像养成类节目了 如果说过去都是一个个小鲜肉聊的你心花怒放 这回倒好 一百位小哥哥的满汉全席 各式各样 琳琅满目 不管你喜欢哪一款 都有想要pix的对象 什么蔡徐坤 陈立农 范澄澄 Justin 分分钟就签了一大票粉丝 天天的热搜网上个不停 妥妥的刷屏的节奏挖制 但是 在大家纷纷舔平 狂赞小哥哥们美貌的时候 小美儿的眼睛却被他们5566的发型吸引了过去 什么赤诚黄绿青蓝泽 妈耶 简直是非主流发型宝典 这些造型师都是村口烫头的王师傅培养出来的吧 就比如我们范澄澄同学最新霸色 鹰幕夸到同款 大家来品一品 好啦 我知道这个笑容很迷人 这个锁骨很性感 但是不漆漆 答应我 以后别染这个颜色的头发了好吗 真的 太非主流了当然 不是说非主流就是不好看哈 染头师傅也有成功的案例 就比如吴淇淇这个颜发造型 嘿 惊艳的 乖乖的蘑菇头 突出的类质 小心机的衬衣折领 这套造型小美儿给满分 当然 不止范澄澄一个人发型惊艳 什么周美瑞的仙子头啊 小鬼的脏变啊 补完的寸头啊都是相当的有特色 本期小美儿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小哥哥们各种出其不意的造型霸制就从霸子开始 如果没有颜值的加持根本驾驭不住 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们也答应了我 不要轻易染这个颜色 加上滤镜像漫画人物 走在街上就是一栋的红灯啊 当然 除了以上几位染发界的大佬 喜剑吹的非主流之风可以说是席卷了整个大长影视城 比如银发的笑话大拳冷艳俊 非常不容易的老年代表大田哥 当然了 作为当季男士流行美容美发教科书的小哥哥们 怎么可能只有染发一种造型方式 让我们看看被玩出花样的摆变造型制 首先是人间仙子朱正廷 在大家印象里大概是这样的 这两天把头发一侧梳起来刘海偏分 气质瞬间就不一样了 同一种发色 我们的正正也玩出了不一样的感觉 敲黑板广大男同胞们学习一下 还有几位小哥哥的经典造型 让人过目不忘 比如 小鬼的造变 本来以为是超胸的大哥 没想到居然是单纯可爱的玲玲公主 把插蒙了解一下 不过呢 这些造型也不是适合所有人的通用版本 比如把蔡徐坤的发型放在所有人身上 范诚诚 Justin和林超居然毫无违和感 但是 其他人就一言难尽了 补凡凡的寸头非常讨厌颜值 蔡徐坤 王子义 范诚诚 这三个人留起寸头看起来还不错 小鬼的脏变就有难度了 但王子义 补恩 Jeffrey还能轻松架离止 到了周美瑞的仙子头吗 大概 只是和他自己 行了行了 小妹儿都快不及得他们本来的样子了 喜欢的朋友请关注订阅 谢谢观看